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環球看點》 今天是美東時間3月25號 星期一 這期給您帶來的最新消息有 日本國安戰略重大升級 美國四星上將 常駐日本 不再無敵 兩枚俄羅斯的超音速導彈被無軍擊毀 醫療反腐 中共院士李蘭娟被調查 愛爾蘭將迎來最年輕的新總理 邵林寺CEO勢永信的一波將傳給他的私生子 引發網絡嘲諷 在節目開始之前 還是先拜託您點贊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這樣您不會錯過每天的最新消息 來看詳細內容 美國和他的亞洲親密盟友日本 準備對雙方的美日安保條約進行重大的升級 引發了各界的強烈關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還將和拜登一起宣布 重組駐日美軍司令部的計畫 包括安排美軍四星上將長期駐紮在日本 外媒報導也明確表示 美國和日本的這些動作就是針對中共的 《金融時報》報導說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將在4月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岸田文雄在23日警告 日本正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最複雜和最具有挑戰性的安全環境 因為日本周邊地區的軍事建設 包括核武器和導彈的發展一直都在加速 並且中共通過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企圖 也正在增加 美國和日本希望加強彼此的安全關係 讓雙方的部隊進行更無縫的合作 來應對台海可能發生的衝突和危機 在過去幾年來 日本大幅提高了防衛能力 也增加了國防開支 還購買了美國戰斧巡航導彈等等 還將在明年成立聯合作戰司令部 加強日本自衛隊各分支之間的協調 但是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協調仍然不盡如人意 因為駐日美軍與過去相比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仍然保持著過去美日合作不頻繁時期的狀態 也幾乎沒有指揮和控制權 在美日雙方進行協調時 日方需要與美國的印太司令部打交道 但是印太司令部位於夏威夷 比東京晚了19個小時 兩者相距6200公里 所以溝通起來非常不方便 報導指出 圍繞在臺灣海峽附近的緊張局勢正在不斷升級 美日雙方進行合作的必要性可能將進一步增加 在近期 日本與位於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 正在急速增加大量的合作機會 並計劃在今年設立和同時指揮陸上、海上 以及航空自衛隊的綜合司令部 同時也打算從2025年起 引進400枚美國戰斧軍航導彈 積極的加強軍事力量 這次日本國安戰略大轉變 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美國將安排美軍四星上將長期駐紮在日本 美軍自1957年起駐紮日本 一直是美國空軍三星中將、第五司令官 兼任駐日美軍的司令官 日本也一直致力於要求美國 向駐日美軍司令官讓渡更多的權限 針對這次駐日美軍的改組計劃 美國提出了組艦隸屬於太平洋艦隊之下的 聯合特別工作組 計劃安排四星上將級的指揮官長期駐紮在日本 並預計將會有多達54000名的美軍駐紮在日本 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讚揚說 日本的新國家安全政策 是本世紀東亞最積極的安全發展 由於理解到我們的防衛戰略已經趨於一致 下一步將改進我們的日常指揮和控制 日本方面則表示 隨著日本承擔更大的地區防務角色 迫切的需要在日本派駐一名更高級的美國軍官 日本自衛隊統合幕僚長哲穆良一表示 這將向中共和朝鮮發出強烈的戰略信號 從威懾的角度來看 美國加強在日本的指揮結構也是有意義的 前五角大樓和中情局高級官員約翰斯通認為 升級駐日美軍的指揮部 將使美日同盟更接近今晚急戰的目標 在應對地區的威脅時 可以迅速的做出有力的反應 近日在俄羅斯的瘋狂報復當中 烏克蘭空軍報告表示 3月25日的上午10點30分左右 俄軍從佔領的克里米亞境內 向基輔發射了兩枚3M22告10超音速導彈 這兩枚超音速導彈在三分鐘內 以11,60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 飛行了580公里到達基輔 但都被烏克蘭空軍成功的擊毀 報導表示3M22告10超音速導彈 是一種常規機動高超音速巡航導彈 它的中央彈體可以產生生力 上級配有固體燃料發動機 可以提供初級超音速加速 之後第二級使用液體燃料的 充壓噴氣發動機 能夠將它加速到高超音速9馬赫 或者是超過11,000公里每小時的速度 這款導彈的低空射程為250到500公里 半彈道射程可以達到740公里 通過為火箭補充專門為它製造的特定燃料 飛行距離甚至可以增加到1000公里 這兩枚超音速導彈可能的發射載體 是俄軍的22350M型護衛艦彼得維利基號 和納西莫夫海軍上將號 有評論表示 如果烏克蘭能夠把這種導彈都擊落 那麼威脅已經大減 就不像普京和他的跟隨者 所吹噓的那麼無敵了 說明今後戰場上就不吃香了 同時烏克蘭海軍發言人普萊·騰秋克確認 俄羅斯海軍除了兩艘登陸艦 在24日被烏軍擊毀之外 俄羅斯電子偵察船伊萬·庫爾斯號 也是在同一天的襲擊中 被兩枚導彈擊中後受損 伊萬庫爾斯號中型偵察船 被俄羅斯用來確保艦隊之間的通信和控制 進行無線電技術偵察和無線電電子戰 2018年底時投入俄羅斯黑海艦隊服役 伊萬庫爾斯號基地是位於被佔領的 塞瓦斯托波爾的皮夫德納灣 他的船員共有130人 中共大陸的醫療界現在又出現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繼近日北京積水潭醫院的田院長 因為貪腐問題被帶走調查之後 兩名備受矚目的中共院士 包括鍾南山和李蘭娟 也被牽扯進了醫療反腐的漩渦當中 醫學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的李蘭娟院士 最引人注目的問題就是他和丈夫共同創辦的私立醫院 樹蘭醫療有限公司 雖然一度受到各種吹捧 但他的創辦人和院長的身份 仍然讓他和這家醫院的商業問題聯繫在一起 李蘭娟的丈夫鄭樹森也是中共工程院的院士 同樣是肝移植領域的專家 涉及活摘良心犯器官 曾任某公立醫院的院長 據瞭解 樹蘭醫院就擁有肝腎器官移植的資質 這家醫院同時可以做八台器官移植手術 而他們的器官供體來源非常可疑 外界高度懷疑 他們的器官是來自於被中共迫害的法輪功修煉者 大陸的媒體還報導說 在建立之初 這家醫院提供床位512張 在一年半之後 新增床位1,000張 他的收益可以用暴力來形容 據2020年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的題為 《臭不可聞》的《中國學術江湖》一文中 李蘭娟、鄭樹森是屬於遊走在學界、商界、官場的三七厲害角色 他們用學名求利路、用權力造學名 循環利用、最大化地生殖自己 李蘭娟就曾把自己公司發明的藥物和試紙 作為治療新冠的推薦用藥物和檢測試紙 還有報導說 李蘭娟夫妻家族旗下有100多個企業 堪稱是商業帝國 在擔任浙江省衛生廳長期間大肆地做醫療企業 他們的樹蘭醫院已經成功上市 在新冠肆虐的期間推廣家族企業的藥品 政商兩界叱咤風雲 他們夫妻的風頭無人能及 另有報導說 樹蘭醫院的董事長實際上是李蘭娟本人 而總經理則是她的兒子鄭傑 有人質疑 李蘭娟可能通過自己的身份 來幫助兒子宣傳 甚至是籌集資金 有調查指出 李蘭娟的兒子鄭傑的這些企業 並不是售賣藥品的 而是致力於幫助中共當局 在醫療健康領域的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應用 如今反腐反到了他們自己投上來 有人說這是多行不易必自必 也有的人提出 莆田系醫院也該查查 至於說鍾南山在疫情期間 把中共病毒甩鍋到國外 推銷疫苗和蓮花清溫等醫藥 這背後的利益輸送也受到很多質疑 有評論說 涉足多家醫藥的公司 並公開為他們帶貨的鍾南山 肯定是與清白二字絕緣了 這其中涉及多少腐敗呢 鍾南山如果吐出貪污的錢款 應該是用一級單位打底的 3月24日 37歲的西蒙·哈里斯 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 當選了愛爾蘭執政的統一黨的黨魁 哈里斯將接替上週辭職的瓦拉德卡 成為愛爾蘭最年輕的總理 哈里斯以引領愛爾蘭對疫情大流行的初期反應 而被人所熟知 在聯盟夥伴的支持下 哈里斯將在4月9日國會開議時 被選為愛爾蘭總理 哈里斯在中部小鎮阿斯隆 舉行的一場派對活動中表示 這是統一黨重置的時刻 在我的領導下 統一黨代表支持企業 特別是小企業 統一黨代表支持家庭農場 統一黨代表法律和秩序 站在警察的一邊 我們的街道是安全的 絕不允許犯了罪 不受懲罰 儘管在前任瓦拉德卡領導下的經濟 有了強勁的增長 但愛爾蘭一直在努力的應對 長達10年的住房危機 以及最近的創紀錄數量的 尋求庇護者和難民的壓力 哈里斯表示 愛爾蘭需要轉向更有計劃 更永續的移民模式 和公平而堅定的體制 前總理瓦拉德卡3月20日 突然宣布辭去愛爾蘭總理 和執政黨愛爾蘭統一黨領導人的職務 他說 這個舉動既是出自於個人原因 也是出自於政治原因 他還表示 現在是他下臺的合適時機 他的決定背後沒有真正的原因 日前 有大陸的公眾號突然發消息說 少林寺方丈施永信 即將把一波傳給他的兒子施政恩 並對這位少林CEO進行了辛辣的反諷 但是這個消息發出後不久 原貼文就遭到了刪除 但貼文已經被網友截圖之後廣泛的傳播 引起了輿論的關注 在23日 公眾號俠客堂發出了一篇題為 《施永信之子施政恩 一個身份多重使命》的貼文 並配有一張施永信 和一個體型較胖的少年的合影 文章則以反諷的筆調寫道 在一個清晨 佛教界傳來了令人驚喜的消息 施永信之子施政恩即將接過一波 成為佛教界的一員 這個消息不僅讓佛教信徒備感振奮 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文章接著語帶譏諷地提起施永信 當年在中國佛教界所謂無人能集的地位 還把施政恩稱為是佛二代 將承擔起什麼什麼使命等等 上述的貼文雖然已經遭到刪除 但在一些網站上仍然能夠搜到 目前這些消息外界還無法證實 不過施永信有私生子的傳聞 早已經流傳很久了 相關的話題在微博上也引發了調侃 網友說 跟三胖齊名啊 這獲100%的黨員弟子 有聽過紅二代 光二代 富二代的 甚至系二代的 居然還有什麼佛二代 打著佛門旗號的一二代 還要繼承一波 繼續忽悠民眾 更多的人則是罵施永信 六根不敬 敗壞佛法 欺失滅祖 施永信本人則多次被他的師弟公開舉報 說他私生活混亂 與某尼姑私通生子引發輿論的風暴 早在2015年的7月份 據說是施永信失地的 化名施政義的人 向大陸媒體南方都市報 曝光了施永信早年被開除僧籍的 文件的復印本 以及施永信私生女的出生證 還有私生子母親的戶籍等信息 同時被曝光的資料 還包括河南省佛教協會副會長 少林慈幼院院長誓言籍的個人身份信息 以及一個名為韓明君的女子的戶籍信息 在施政義曝光的出生證明裡面 一個叫做韓家恩的女嬰 出生在2009年4月22日 母親是韓明君 父親黨空白 另一份戶籍資料顯示 韓家恩的戶口被掛在了施永信母親 韓昌隆的戶頭上 關系著名為外孫女 根據施政義的指控 這個韓明君和施延傑是同一個人 他與施永信保持著不正當關係 兩人生下了韓家恩 不僅如此 這個施永信還和多名女子有不正當的關係 施政義通過媒體向施永信隔空喊話說 人證物證俱在 敢不敢與韓家恩做親子鑑定 但是施永信卻沒有做出任何的回應 這件事情也就沒有了下文 這期的環球看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 在視頻的下方留言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請別忘記 請別忘記 瞬開 字幕製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